2020年在武漢爆發嚴重的 中共肺炎疫情中開篇 十大禁聞之五 讓我們再次回顧當時的武漢 在中共官方的極力隱瞞之下 武漢從萬家宴到野蠻封城 再到病患隨地倒下 或葬場全天運轉 官方宣稱死亡2500多人 但是外界推算 實際的死亡數字可能要遠高於此不止10倍 2019年11月、12月 一種新型致命性肺炎在武漢出現 並迅速傳播 但相關信息被當局嚴厲封殺 民眾毫不知情 毫無防護 疫情不斷發酵失控 12月31號 武漢市衛健委才對外公布 稱出現病毒性肺炎 但謊稱可防可控 沒有出現人傳人 官方嚴格控制輿論 打壓民間真實聲音 爆料者李文亮等醫生被污蔑為造謠 遭到警方訓誡 之所以失控了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政府的惡意隱瞞 因為隱瞞疫情最多死的是老百姓 但是如果說公開疫情 允許真相傳播的話 死的可能就是中共這個政權 1月13號 泰國出現第一期海外確診病例 但即便如此 18號 武漢官方為粉飾太平 依然高調舉辦超過4萬個家庭參加的百不停萬家宴 事後證明 這次活動造成了大規模群聚感染 當局的隱瞞誤導致使疫情迅速蔓延 完全失控 1月20號 中共當局不得不改口 承認病毒人傳人 1月23號 武漢突然宣布封城 而在此之前 已經有大約500萬人離開武漢 前往大陸其他城市和世界各地 倉促的封城讓近千萬武漢居民措手不及 超市被搶劫一空 居民被困在家 只能接手社區配給的高價劣質菜 中共肺炎患者迅速擠滿了醫院 武漢的醫療系統徹底崩潰 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齊缺 無數病患得不到救治 甚至很多醫護被感染 網絡上求救的信息普天蓋地 但當時湖北官方聲稱 全省總共才感染549例 死亡24例 武漢國民記者方斌實地探訪武漢第五醫院 短短幾分鐘就看到有多具屍體被抬出 很多家庭出現多人感染 陸續死亡的慘劇 還有的患者突然發作 隨地倒閉 也有的無奈選擇自殺 有的醫院未騰床位 將活著的患者 撞入屍帶 送走火花 這個女孩追趕的是殯儀館的車 她的媽媽因感染武漢肺炎去世 被拉走了 由於死亡人數眾多 連屍帶一再告急 殯儀館人手不足 有醫院患者死亡多天 仍然放在急診室 得不到處理 武漢本地的火葬場全天候運轉 也難以及時焚燒太多的屍體 當局不得不從外地緊急調來數十臺移動焚屍炉 雖然武漢疫情極其慘重 但中共的統計數字卻異常的低 截至3月23號零點 武漢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只有2517人 同一天 當局開始陸續發放死者的骨灰盒 陸媒報導說 僅武昌殯儀館每天就發放500個骨灰盒 將連續發放12天 按這一數字推算 武漢至少有七、八家殯儀館 將至少發放4萬2千個骨灰盒 6月份 美國華盛頓大學和俄亥俄州里大學的學者 曾綜合分析了大量官方和民間信息 聯合發布一項調查報告 報告保守推測 3月23號時 武漢死於中共肺炎的人數已經達到了3萬6千人 是官方數字的10倍以上